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想这个礼拜最重要 最受关注的社会运动新闻的焦点 应该就是桃园的这个藻礁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天然气的开发 选址的问题呢 其实藻礁这个牵连的生态的这个保留呢 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攸关中由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否能够开发的环平大会 近期历经两都留会 8号下午勉强凑出开会的人数门槛 七位官派委员加上三位专家学者委员共识人出席 环平案以7比2强势通过 今天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是环平制度最黑暗的一天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透明 一方面要怎么样尊重委员 而不是指名道姓的去救委员给他压力 我觉得这一点最要改善是这一点 由于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涉及关塘藻礁生态 其实环平出审结论是决意驳回开发 但外传行政院立拼方案 让不少反对开发的专家学者环伟 拒绝出席环平大会为中游背书 环伟刘晓如昨天发表公开信 质疑行政院长赖清德要拿关塘三级案 作为深澳电厂建盖的筹码 会彻底破坏环平制度 将成为台湾开发史上重大污点 不过就在开会前 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 先在脸书发表三千字辞职声明 表示9月13号书面辞呈就已经自行送到行政院 辞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关塘工业区因为赖院长过度期待的发言 不止环平制度公信力尽失 甚至连正常运作都有困难 离当初修法的目标越来越远 有愧职守唯有辞职已是负责 行政院昨天傍晚同意詹顺贵请辞 关塘案顺利翻案 中游董事长戴谦表示 感谢各界指导和指教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还一度哽咽 环保团体批评这是环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个案子通过是生态和能源安全双书 将会针对环平制度瑕疵提起行政诉讼 而且也将会在10月3号发起旧藻礁的凯盗游行活动 记者综合报道 官方以这个强势的这个能力 七票呢 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投了这个所谓的统一开发案 那这个统一开发案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有非常多的环平委员就选择了 这个所谓的不出席 或者是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表达 他们对这些政府的这个开发的这些抗议 不过政府还是以这个人数的这个优势呢 这个开会人数的优势呢 通过了这个案子 我想这是对一个环平制度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破坏 也是让这个环平委员原本是希望 透过环平委员的这个中立性呢 来去让这个为环境来把关这种做法 其实也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质疑 这官方如果是这样子干的话 那才会再相信这一种中立的这个机关 那不过这个开发案这个通过之后呢 其实也引来了这个劳工团体 环保团体的抗议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新闻报道 双十国庆桃源市政府首度自行举办升旗典礼 桃源市长郑文灿上台致辞时 老公市长参选人朱美雪和环保人士 突然从侧边上台呛瞎 表达反对新建关塘三街站的立场 场面一度混乱 稍后在平镇区国旗屋国旗达人张老望第24年自办的国庆升旗典礼 桃源市长郑文灿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陈学胜 前桃源县长吴智阳难得同台庆祝 朱美雪等人虽如影随形 但这次其他关心藻礁的民众也高举抗议标语 现场一度爆发推极冲突 抗议民众表示 民进党强硬破坏桃源藻礁政策引来争议 应该公开辩论 而郑文灿表示 必须回归理性讨论 未来会加强监督三街工程 让用电需求和环境保护尽量达到平衡 记者詹淑云桃源报导 虽然郑文灿市长说 他对于所谓的藻礁的保护 花了非常多的这种心力 可能他甚至认为比这个抗议的团体 还要更认真的在做保护藻礁 可是说实在的 这个所谓的藻礁保护 在不管是郑市长或是蔡英文总统 其实都曾经宣示过 要让这个藻礁呢 这个能够得到这种保存 因为毕竟是一个 七千来年来的这个生态 虽然这个 这个郑文灿后来说 不是啊 我们当时谈的是关心 可是不管是关心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藻礁地点 我想这个保存不会是在这一种 所谓的特定区域才是需要保存 其他区域就不需要保存吧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跟价值的问题 那这样子一个做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太过于 全谋或是太过于缩垂 而没有办法达到当时 对于所谓的环境保护的承诺 当然另外一个非常注意到的一个 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环保署的副书长 詹顺贵呢 其实也在这个环平会议开始之前呢 也提出了辞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环保署副书长詹顺贵选在中游关堂案 环平大会前在脸书发表辞职声明 写着他9月13日已经送行政院代河 此意未变 而关堂工业区因为赖院长过度期待的发言 不止环平制度公信力尽失 甚至连正常运作都有困难 但他也写到 并非要藉由辞职提出定件 还说原本9月12日的环平大会 应该可以依法做出决议 是来自程序外的变数而脱僵 演变成僵局 认为离当初修法的目标 越来越远 有愧职守 唯有辞职已是负责 最后感谢蔡总统 前院长林全 以及署长李应援的支持 唯独没感谢赖清德 引发外界揣测 面对这个张副署长 他个人强烈的请辞的意愿 那行政院长也是免于同意 他的理想会对 或者说对于政策推动的方向 以及他的坚持 院长都是尊重的 环保律师出称的詹顺贵 在蔡政府上任后被延览怒阁 也引发不少争议 让他的立场备受质疑 像是台电大团电厂的燃气单循环 紧急发电计划强势过关 还曾在公厅会上 与环团爆发口角愤而离席 今年四月的深奥燃煤电厂扩建案 他投下让案件过关的关键仪票 报受外界批评 中有关堂案上周环评审查 出席人数不足留费 他也请假没到场 同时社运出身的学者徐世荣认为 如果只是变成一颗棋子 詹顺贵已经不失任 那现在就是看他以后要如何来 弥补这一个伤口 深奥燃煤电厂重伤詹顺贵 选前的中油关堂案 似乎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社运人士走入体制内成了政府官员 有理想却敌不过政策走向 詹顺贵最后只能辞职明治 记者综合报道 好想詹顺贵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出请辞 这次真的是吃了衬妥铁了心 而且最后也是这个请辞成功 那当然他也是透过这种请辞来表达 他对这个所谓的开发案 这个环评的这个过程呢 政府介入的这个过程表达一个强烈的不满 从某个角度来看 就是詹顺贵在担任这个环保署副署长期间 其实也有很多的环保团体是不认同 当然有些团体觉得说 他其实进入了这个位置里面去协助了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环境保护的 这个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做法 而不让他这个快速的 这个受到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跟破坏 可是刚刚谈到了这个詹顺贵的请辞 恐怕不是只有单纯的对 这种所谓的找交议题的不满 我想一个更大的一个必须关注的是说 民进党在这个上台之后 其实也找了许多的这个从社运界 学术界进入到政府体制 这种工作的这些朋友们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或是政府的这个态度 或是面临到这种价值上面 争议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环保人士 或者是这些进入到这个政府工作的 这些学者或社运团体 其实不见能够接受 而这个詹顺贵的 这个所谓的请辞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也看到的是 这些有理想的人 当他进入到体制之后 这个体制恐怕是折磨了 这些所谓的理想 最终他们也必须选择了离开 这是以上的关键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